在景区绝对算好的 如果不是景区 我相信本地人不会开那什么的 说老店都百年老店 青岛三十年老店 九龙餐厅 人均85 他们家的特点就是快 特别快 不是快餐吗 不是 老管 开了三十年了 为什么那家有座 到哪家有座 再走一桌我就有座 还有啥你应该推荐一下 这个肥肠很好吃 我们家的特色 那行 来一个告诉 肥肠 炸米饭 哪个大可乐 老山可乐 老山 没喝过 这边请 我们只有以前喝过 我感觉以前喝过这东西 区别不大 真的没太大区别 炸虾仁42块钱 他还想你一事 他就有点鲜 传统的炸虾仁了 虽然已经42块钱 也45块钱 虾仁了 虾仁了 老板 老板在边站着呢 我跟你说 对啊 一般嘛 就这42块钱嘛 这猪肥中肥 就看这户洗的好不好 我这还可以 香榨大牌48 123455片 15块钱 15块钱一面啊 猪通脊带骨头的 带筋骨的 烙草 这说银子就还行嘛 15块钱一面 不叫普通 烟不烟不 刮个肤一炸 味道上口感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单吃 这是实话 我不是带筋骨一家 比如我指点餐厅啊 辣大肠58 对这点贵 大肠很烂哦 然后咸鲜 微点在这边一个口 因为它恰到那个姜蕉嘛 有一点姜蕉蕉的那种清香味 大肠口感挺好 哎 这边真好吃 没啥可说的这肠 五花肉炒鼻管 45 五花肉 他把鼻管竖着给破开了 咸鲜 甜口 是不是有点偏重 那种 一用嘴是甜 然后是咸 这样一种味道 我刚才吃五花肉上面 这五花肉上面带着一股子 鼻管的那种 味道 有点小小的鲜味 很有意思 这菜没啥毛呗 也没啥精细 然后一个清水丸子三十六 就是菠菜炒丸子 汤我刚才喝了一口 我再来个丸子 你看看炒丸子也这味儿 汤就是盐味精 胡椒粉 香油的味道 咱们在这位置是不是挨得景区啊 还没有明显的毛病 也没有明显的链嘴 你要说快餐呢 他家不算太便宜 这么一个定位啊 他家最大特点就是坏 生菜奇怪 分桌也特别坏 除了鱼很有特点才不行 有特点就是坏 东西还行 吃饭吧 没了 总结都没有了 你看这五花肉 鱿鱼 大排 都如果 还在这儿听别人点菜 别人点的我也点 丸子汤和炸丸子 是我看菜单自己点的 那大排是老板吃见的 这家里如果说在景区绝对算好的 如果不是景区 我相信本地人不会太美什么的 比如说我没觉得他们家汤有多好吃 再请问一下确实不难吃 你咋是确实给这四个汤一碗汤 吃得干干净净 家长吧